我们接下去看 而起闻第十六沙弥之书法者 为今之一座大众人 今天释迦牟尼佛会下 这些听众 众用云来做比喻 云比喻是什么呢 非有非无 你看天空当中云彩 你不能说到有 你不能说到无 你看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坐到飞机上去没有了 这就是说 似有礼物 相有幸福 这是四世真相 像你可以欣赏 你不能够占有 你不能够控制 有占有的念头 控制的念头 错了 那叫做烦恼 那叫做业障 那么在现前 对我们的身体 也要像看云彩一样 非有非无 对身体 我利用它 利用它修行 利用它 帮助我提升 我不占有它 我不想控制它 一切都顺其自然 这身体就是最健康的 想什么方法 去补它的时候 越补越糟糕 因为你不了解四世真相 你去问问深山上这些修行的人 老修行的人 你问他天天吃什么东西 不会的 他什么也没有 可能在深山里面 他所吃的 是一些果木 是一些野草 身心健康 这些道理 也不能够不懂